众所周知,娱乐圈的明星在镜头前总是一副光鲜亮丽的样子,殊不知他们私底下自理能力基本为零,堪称巨婴,也是闹了不少笑话。 王一博,王一博有个酷盖的外号,是因为他喜欢玩玩摩托车、滑板等项目。 在一次摩托车比赛中,有人拍到了他坐在一辆小摩托车的后座上登场,其身旁跟着两位助理举着伞一路狂奔,同时还有一对保镖护卫。 其中一位打伞的助理显然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跟不上摩托车的步伐,不知道是王一博咖位太高,还是小助理喜欢和摩托车比赛跑。 这段视频更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,网友更是调侃,这伞是非打不行吗?除此之外,王一博做饭也是让人瞠目结舌。 在节目中,王一博要制作首司机,于是他直接拿起升机,开始尝试撕开它,但是撕了半天后,升机仍然完好无损。 后面王一博才意识到有问题,连线求助了一位大厨。 通过与大厨的连线,王一博才得知在制作首司机时,首先需要将机主输。 在主机的这一步骤中,王一博的操作更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 在主机时,他放入的水量过多,导致水溢出了电磁炉。 这个举动的危险性显而易见,水溅到电磁炉上可能引起触电的风险。 不过好在最后他有惊无险地完成了。 一个短语绝望的文盲杀出重围,作为酒漏鱼中的佼佼者,王一博饱受争议。 事实上,这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翻车了。 陈情令宣传期间,王一博和其他演员应邀出席活动,却没想到把自己文化程度低下的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。 前有字创词伸手抓编,后有道子一游四个大字不会写。 一场活动中,主持人邀请几位演员版书道子一游,王一博先是在版上潇洒写下一个道,随后就陷入思考中,只见他脸上表情一阵纠结,思索两久无果,又低声询问道,词怎么写。 在另一位演员的帮助下,终于把词给勉勉强强地写下来了。 于是他又流畅地写完第四个字,可当白板转过来时,观众纷纷一愣,只见白板上赫然写着一个新字,三点水,一个放,观众忍不住吐槽,不是道子一游马,这是他新造的字吗? 这,这还没完,主持人又让他书写自己的角色蓝忘机,却没想到这也能翻车。 在写蓝忘机时,王一博又把蓝字写错,不仅如此,细心的网友还发现他也不会写自己的博。 虽说文凭并不是在娱乐圈打拼的绝对门槛,但身为一个明星,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文化水平。 二,刘浩存,她是张艺谋御用的金牌女星,初到极顶流,大好资源拿到手软,她是一秒钟里的流浪儿,也是悬崖之上里的小蓝。 这,刘浩存确实在用实际行动诠释什么叫作简自负。 采访时的刘浩存,总是一副吱吱吱的样子,说不出来个所以然。 当被问到演员是怎样理解的时候,她是这样回答的。 而点评起其他前辈来,刘浩存却毫不手软,先是点评了张艺的努力,后来又表示要向易阳千玺学习。 被问到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演员吗?刘浩存是这样回答的。 被问到娱乐圈比自己资历深厚的女星时,刘浩存犹如前辈一般,认为周冻宇和张子怡的表演能打动自己。 实际上,就连老毛子也没躲过她的点评,来来回回就这几个词,直接把刘浩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3.包文静 奇葩说中,包文静的说辞属实称得上一朵奇葩,让在场所有嘉宾大为震撼,聊到头脑问题时,马东开玩笑地问了一句包文静23加4等于多少。 谁料包文静听完之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你别问我算数,我连1加4都不知道等于几。 这话一出,全场鸦雀无声,就算是想学水平,也不该不知道1加4等于多少吧。 马东一脸不可思议,又问了一句,23加4你都不知道等于几。 包文静道, 11内的加减法都弄不明白。 这话一出,直接让全场嘉宾傻眼,也有人说包文静是在立人设,否则他也不可能有大学文凭。 不管怎样,在娱乐圈宣扬文盲风气,总归都是不可取的行为。 屏幕前的观众群体结构复杂,有老人,也有小孩,倘若人人都效仿这种娱乐致死的风气,究竟谁能捍卫中华文化经久不衰? 娱乐圈的明星们,表面光鲜亮丽,实际上她们的生活技能可能为零。 4,袁珊珊 袁珊珊在早些年因出众的颜值和令人羡慕的身材,被网友们誉为马甲线女神,圈粉无数。 但近些年来,随着她的黑料不断被网友扒了出来,她的名气也是一落千丈。 别看袁珊珊在健身方面游刃有余,但她也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主。 曾经有一次,袁珊珊家里的小果在地毯上撒尿了,袁珊珊看到后想要清理这个污点,但她的举动却让人大吃一惊。 袁珊珊挪开了家具后,直接打了一盆水泼到地毯上,地毯吸水能力强。 袁珊珊接着又连续打了几盆水泼到了地板上,之后更是更是一口气往地毯上撒了好几罐苏打水。 先不说这样能不能将地毯清洗干净,单单洗完后湿透的地毯留在客厅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,比如发霉、腐坏,甚至细菌滋生等。 对于这一幕,在演播厅的父亲也是一脸无奈,摇摇头说女儿不太会做家务。 五、徐景江。 徐景江在娱乐圈中算是老戏骨了,出演了许多经典人物,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《九品芝麻关》中的敖半一角,满腮白胡子立起来跟个狮子一样。 但对于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,徐景江也是十分堪忧。 在综艺一路成长中,有一期吴刚邀请徐景江父子来家里吃饭,徐景江主动提出要为大家做点贡献,于是吴刚把最简单的淘米工作交给了他,但是这个搞笑的场景却成为了热搜。 徐景江已经接近六十岁的年纪,但却是第一次淘米,他竟然拿起洗手液来洗米,嘴里还嘟囔着,这样应该可以洗干净了吧。 不一会,徐景江发现锅里全是泡沫,于是他一脸天真的询问他的儿子,我可能弄错了吧,洗手液应该不能用来淘米,对吧? 这一问让儿子震惊地张开嘴巴,半天也合不拢,吴刚也被吓了一跳,脸上的表情难以置信地感叹道,这是什么操作? 于是吴刚告诉徐景江,洗手液是用来洗手的,不能用来淘米。 没想到,徐景江却非常认真的访问道,那么,洗头的能用来淘米吗? 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让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 除此之外,徐景江竟然不会拧瓶盖,想要喝水还要让儿子帮忙。 不得不说,徐景江能活到今天也算得上是奇迹了。 6.张雪莹 同心出道的张雪莹长相甜美可爱,备受观众喜爱。 但是近年来,她因胡辣汤事件而口碑大爹,备受争议。 在生活上,张雪莹也是个巨婴,当张雪莹参加生活类综艺节目《女人有话说》时,她被分配了一个任务到负责煮饺子来作为大家的午餐。 面对这个任务,张雪莹充满自信地表示自己对煮饺子非常熟悉。 这,事实证明,她的生活技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。 在节目中,张雪莹开始着手煮饺子,但她直接就把饺子扔进了煮饺子用的空锅里,然后倒入冷水。 先不说流程对不对,但是冷水煮饺子,到最后肯定会变成一锅饺子馅面皮汤。 观察员看到张雪莹这一举动,有些尴尬地评价道,雪莹好像不会做饭,之后更是在锅内还存在水珠的情况下,直接倒入了油,导致油花四溅,吓了她一跳。 不仅如此,张雪莹还将热油直接倒入垃圾桶中,还问垃圾桶为啥会漏。 她这一番操作,让观众看得也是无言以对。 七,王洛丹,当年,刘亦菲,杨幂,黄胜一和王洛丹被誉为四小花旦,是当时娱乐圈备受瞩目的演员。 其中,王洛丹以她直率豪爽,不做作的性格而广受网友喜爱,成为小妞系列的代表人物。 但近几年,王洛丹也没有什么作品,属于是事业下滑了。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,黄磊让王洛丹和大华去拔葱,但他却误把几根蒜苗当成了葱。 对于王洛丹手中的蒜苗,大华询问道,这不是葱吧?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王洛丹却信誓旦旦地回答,葱和蒜苗是一家的。 导演赵宝刚看见后显得有些无奈,他对王洛丹说,你怎么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呢? 这是清算,可见王洛丹在平常也是食指不攒羊春水的主儿。 见王洛丹 遇见龙洛丹 你竟出带 pelo美食指 budget 没有仨我 感谢观看